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分享的问题 是有关一位朋友的真实个案 用一样的物件 医好他三种病 这位网友说 他有弹弓手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两个多月 而他家里的姐姐和妹妹都有这个问题 一个做了手术 一个打雷伯术 手指虽然不同 但是双手仍然是没有气力的 这位朋友说他天天都被弹弓手折磨 他临睡之前 角巧就看到我介绍 用花椒去治疗弹弓手 他就不等底日了 他马上尝试 他猜不到以往他早上被弹弓手痛醒 但是他那晚用完之后 他竟然没有被弹弓手痛醒 他说他试了一个星期 弹弓手已经好了很多了 现在日头完全不同了 同时他说 他也有耳鸣这个问题 不过是间歇性 他会听不到声 好像有一股薄膜的遮住了 他发觉 他用花椒之后 咦这个耳鸣的问题又减轻了 在一个星期之后 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困扰了 第三样东西 他说他连坐骨神经这个问题也有 他晚上要做一轮拉筋运动 舒缓不息 他说否则 晚上睡觉时 都会被痛醒 他又用了这个花椒 竟然连这个 这样的坐骨神经问题 都医好了 所以 将他的个案告诉我 希望大家 你们有这样的问题 不妨试试 他说现在的坐骨神经 一个星期没有痛过了 这个的情况 就是用花椒的 很久以前 因为朋友问我有弹弓手 怎么办 那我就在严豪先生找了他的个案 是用花椒治疗 那我就上传了一个叫做 弹弓手或者斑基纸 怎么办呢 这个视频当然会在 现时视频的 下面分享 同时 我有另外一位朋友 他就试用这个花椒 但是他又不是很见效 他就知道 他就用 这个艾条 他自己又搞定了 那我也有个弹弓手特效偏方 就是我朋友的个案 另外一位网友 他就自己本身是有弹弓手 他就用这个 花椒治疗 就好了 但是他同时有坐骨神经痛 他已经痛了很久了 看医生也不行 但是觉得有一段时间 减轻了 他回忆 原来他是用 这个花椒的时间 他的坐骨神经也觉得 没那么痛 所以他说 我尝试就用这个 花椒 去治疗这个坐骨神经 原先 炎昊先生提的偏方是用5-6粒 他说我慢慢增加到8-9粒 他说不知不觉两三个星期而已 现在好了很多 他平时早上起床 就要整个小时才能出门的痛得很重要 现在 减轻 只有一点不息 所以这几个视频我放了出去 而现时这位网友他看得到 他尝试 竟然他不止 你连这个坐骨神经 弹弓手都搞定 他连耳鸣这方面 都可以改善了 所以 如果你们不是对花椒又敏感 觉得比较辣 你不敢尝试 或者你的腸胃不息 不可以接受 这些麻辣的食物 是值得大家试试的 再次多谢王小姐 这位网友他给我这么好的咨询 一样物件可以治好三样的疾病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没有对这个 花椒敏感的 值得大家试试的 但是每人体质不同 未必各个的效果一样的 多谢大家的收听